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中国政府的扭曲污蔑 我们的海巡人员在执法上所做的这个努力 我们也看到夏副主席应和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令人感到不解 而且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唱和 对于我们海巡人员的执法相当的不公平 大家好 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整个在国际的氛围里面 包括在台湾你闻到的两岸之间的氛围 你到底闻到会是怎么样 国内的政坛里面包括昨天选了招委以后 那未来立法院的重心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这个先摆在一边来看 因为毕竟是国内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两岸之间会不会因为一个惊吓事件 冲突的感觉性越来越高的 而这时候老共拉高的一切目的 只是为了在520以前 让赖清德感受到那个压力吗 包括在最后520的咨文在讲的时候 那个内容是希望有一点取舍吗 一传现在看起来的话 好包括你看这 老共最近共机越台海中线越来越频繁 最近又出现而且加次不少 然后包括金门的 包括限制海域近日海域 他们直接跟你讲 从来没有过那样一些海域 他现在否定掉所有这些 有很多人就直接讲 他们做了这么多动作 甚或把金夏的事情拉高 是希望在520以前 某种程度就是告诉赖清德说 对 这也是个考试 麻烦一下你520该怎么讲 你看怎么办就是这样吗 这个从这个蔡英文总统 要交给赖清德的这个 总统当选这个过程 现在大概剩下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的期间 其实中国当然要测试 测试这一些包括这个军机 包括这个渔船 包括中国海警 登上我们金门的观光船 到今天的这个朱凤莲 国来办朱凤莲说 如果要谈这个渔船 这个事件的赔偿 就先谈九二共识 没有九二共识就不要谈 就已经拉到这个层级来看 其实他测试几件事情 测试这个新的政府 面对这种问题的发言的程度到哪里 是谁出来讲话 讲得够狠吗 还是讲得够温和 反应的时间是什么 是党在讲 还是府在讲 还是院在讲 是陆委会在讲 还是海巡署在讲 是海委会在讲 还是国安部在讲 好那这一些事情呢 全部做了一次 我把它称为叫做演习好了 就了解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赖清德的政府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他有真正要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对台湾施压 或者是说 要把台湾逼到什么样的境界 倒不至于 但是他就观察到说 这个事件这样看起来 原来台湾以后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概反应 怎么没有那条海峡中线 如果没有那条海峡中线 中国的船 中国的海警 随便开一开就开过来 每次也不是都在那个中线的旁边 那边弄来弄去 过来我过来我又过去 我过来我又过去 对吧 如果没有那一条隐形的线 大家有默契的线 你早就过来了嘛 那你每次会开 为什么开到快 过了一点点 然后就又回去 就是像小朋友一样 这样很淘气的 在那边我弄你 你弄我那种感觉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包括这一条这个航线 这个取消 都是在测试看赖清德的反应 或者民进党政府的反应 那赖清德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的所有的520的谈话 我告诉各位 就是依循的蔡总统的路线 就是这样 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因为也要让国际社会相信 接下来的赖清德总统 所领导的政府 不乱冲 就是说美国也要放心 日本也要放心 大家联程一下情况之下 总不会讲一些很特别的 大家都紧张的话 往前冲了或是更保守了 我想大概都在现有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下进行发言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 对来讲一定在密切观察的 所有的相关这样的一些发展 因为520的谈话 一定全球会触摸 OK 那毕竟两岸之间的问题 已经不单纯是个两万问题 全球大家都在看这些 话说回来各位 老共和国防部说 海峡中线根本不存在 这真的有点得了便宜又卖乖 海峡中线以前是为什么设的 各位海峡中线以前设 不是为了怕老共 以前是不想让我们过去 那条中线以前是设 就限定我们的 你现在大了 然后你没事飞过来飞过去 飞过来飞过去 就告诉我说 海峡中线根本不存在 好啦好啦 现在当然老共的军力确实 大家正视这所有相关一些问题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一个事件有没有可能被延烧成这样 所以一个惊吓的事件 现在看得出来我们克制 但是老共那个地方 一直希望往上攀往上攀 刚才一川友讲了 你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要测试你 你到底谁来发言嘛 你发言的内容到底会是怎么样嘛 可是显然我们不可能会冲到 来啊来啊 要捡来捡啊 不可能嘛 他不可能会这样 而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情 那某种程度来讲 那他们也讲 他们国财政也讲 从来也没有过 什么叫金夏 什么县制水域那些 他反映在所有的那些县 他都跟你说没有了 这个金门禁制水域县 其实他有一个历史 那坦白讲 这个历史其实到现在 大家还在追寻 这个转型正义 给一个真相 前两年这个监察院都还在调查 那话说其实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这个叫做1987年 一个叫做三七事件 或者叫做东港的这个惨案 东港攻东港屠杀 那这是怎么一个回事 就是当时的氛围 虽然已经是这个823炮战之后了 隔了十几年 可是当时两岸的氛围 你可以用兵凶战委来形容 而且呢在金门那时候 还有驻守十万大军 而且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金门 还是一个国防的防线 所以他下令这个非常的严 而且是军令下令 就说你只要进了禁区 就不但拘捕 而且你如果到了海滩 是可以格杀勿论的 而且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甚至你违反的这些军官 都会被依法处置 这个最严重的还可以到枪决 你就知道说当时的这个氛围 是非常的风声鹤唳 那话说在这个三七产案之前 就是有一艘越南的这个难民船 他就是因为有时候越南难民船 他们就是会海象不佳 或者会抛锚什么的 那时候他飘到了这个金门这边 那时候就已经有一艘船 他已经快靠近岸 然后我们 他是寻求政治庇护 因为那时候北越南越 他就寻求政治庇护 就我们是把他赶走的 把他赶走之后 又开始整个戒备起来 那他虽然讲说 我要要求政治庇护 但是我们是拒绝的 那三月七号的那一天 刚好那个发生事故 那一天是大雾 整个大雾 那一艘出事的难民船 他是因为他就是抛锚 后来他就整个漂流到东港的滩头 那他这个船呢 到了东港滩头之后呢 船上有四个会讲中文的人 他就下了这个滩头 走到岸上去 他就把手举起来 就说我会讲中文 我们要求要这个政治庇护 就没想到他当场就被射杀 被当场射杀 那个是非常惨的 可是我前面有解释过了 因为那是一个氛围 你只要靠近海滩 你在海滩 你就一定是军阀 要下令格杀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反而会被造军阀处置 好那没想到呢 这个你前面已经四个就这样牺牲了 那后来就这些军官 就这个就指挥官就下令嘛 你把船上二十个人 到最后是二十个人 全部都杀光 那最唯唯人不忍的是说 当时船上有孕妇 那还有这个七个月大的宝宝 通通就无一人申还 好那整件事情呢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惨 那非常惨之后呢 你知道后来因为这个金门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想要息事宁人 所以就把这二十个人 就是这个随地掩埋 那整件事情后来就会怎么发现了 后来是因为有人这个义务义嘛 那总是退伍了 退伍就回到台湾 台湾来之后 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前辈 张友华 友华哥 友华哥把他揭露 当然香港媒体之前有揭露 我们这边是当时是否认的 张友华他提供情报 他给谁 他给吴淑珍 给当时第一次当立委的吴淑珍 让他去质询这件事情 所以整件事情才摊开来 那后来当然就是说 整件事情踢爆之后呢 就后续很震撼 然后就该军阀组制 就受到军阀组制 那为什么突然讲到 这件三七惨案 跟我们现在金门静下水域 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引发了国际的瞩目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对岸 就是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 一个默契 就说双方的清兵器设成之外 就是我们设了这个金门的 禁止水域线 就是在双方的清兵器设成之外 就是尽量不要这个伤害人命 所以到现在就是有一个不成文规定 那我最后要讲是说 我觉得整件事情 现在看起来就是 呃就是呃 我们本来是站得住脚 但是就是我们亏在没有影视 没有那个影像嘛 这个这个大家都在讨论 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 看起来对岸是要把它升高冲突 当你讲到九二共事的时候 我认为就是整件事情变成政治 我觉得反而是让 就是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说 对岸它的底线 竟然是扯到九二共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 在谈判过程当中 你就会知道说对岸它的底线 竟然是扯到九二共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 不过现在看起来 四哥这整件事情包括 大家好像媒体上也有报道说 双方还是有进行某种程度的 一些谈判 那他们要求要道歉 我们讲说不可能会道歉这些 那最后的协商到底该怎么样去 让整件事情落幕 你不可能让他无限上 刚离路往上走嘛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 你说要道歉 你知道什么我都答应啊 那这件事情怎么落幕 我觉得以今天的气氛看起来 现在双方感觉都不想让这事情 再多再无限的扩大 因为在无限扩大 其实对于北京来说 这也不好收拾 那到底是我这个 到底要为金门 或这个消失的中线 我到底要扩张到什么程度 压力给到什么程度 还有他们自己大陆内部的一些 民众在网路上的 对啊 在网路上的 对啊 给这些民意沸腾啊 他这些也要交代啊 这些如果处不好的话 这些就回来会反骂史记平的 所以他们自己内部也有压力 所以对他来说 怎么事情让这和缓的 这样慢慢缓下来 让双方都有一个台阶可以下 我觉得是北京 他现在也要去考虑的问题 你不能一直每天都给台北压力 说你道歉 你不道歉 我就包围包围 那每天都包围 包围十天 五天 二十天之后 那怎么办 你要怎么收 你还有更大的动作吗 是 更大的动作 美国已经讲了 你不要 不要为这个事情 啥刀啥闹 彼此互相宣示主张就好 不要为这事情搞冲突 其实他已经 他已经也放 有这框架在里面 那更方美中之间 他们现在也长期 在做一些沟通 我相信这个金门的 这样的碰撞事件 一定是成为一个 沟通的主题之一 所以我觉得北京 也在思考 这事情要怎么收手 那今天你看 夏立言他在上海 今天晚上 就礼拜四的晚上 他跟国台办 临时的一个碰面 跟孙涛 对 那是碰面 他这部分 他也释出一个讯号 就是这些争端 是不是也寻某一个机制 然后这个争端 然后慢慢的往下走 所以看起来 不管是我们真的海委会也好 或是大陆的 这些相关单位也好 都不希望这事情再度扩大 那至于之后怎么下 怎么下来 到底是道歉的什么方式 然后还是说 双方就各执一执 各自把自己的认知 事实的认知 然后把它讲清楚 然后呢 当然我们绝对是支持 我们的执法人员 执法的一些正当性 还有他使用各种力量 维持我们海域的安宁 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 但是是不是回来 对于一些当时执行过程当中 不周的地方 我们自己内部有没有一个 一个检讨 一个检讨 因为我觉得以后这些事情一定层出不穷 那比如说大家谈的密入器问题 哇 这些事情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陆地上的警察 每个都有密入器 但海巡的这么严重 既然没有相关的设备 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检讨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会是不是在尝试一个 我们各自交代 但是彼此不伤面子 然后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 让争端无限扩大的方式去进行 OK 邱小玉职对于你们下一个言 然后每次到大陆去的那个时机 他很有意见 他说每次都在很敏感的时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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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啊 你看裴洛西 对两岸兵凶战委屈 然后呢 这个什么ECFA 这个我要取消我们的优惠 这个他也去 然后总统大选也去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惊吓海域也去 然后双城论坛 我们反而反对 然后这个 这个后来夏立言也跟着去 也去 对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 我也觉得 哈哈哈哈 你怎么跟着我一直习惯 我问你啊 不过在某些时候啊 如果如果也在这个实际上 有一组人去啊 双方能够传个话 好歹有一个能够沟通的 有一个管道 所以你们先是蔡政府的密室 就对了 如果真的能解决事情 蔡政府也要感谢夏立言 因为看起来 你说蔡政府这个地方 因为我倒觉得这个 下班时机点 其实对于民党政府 也不是很好处理 因为倒是属于新旧交接之气 你做的太过 你接手的人要怎么接 然后做的不够 那是不是又留下一个 后续的事情 要让新的人来接 所以我觉得蔡政府这个部分 看得出来 大概感觉他在发言的层次上 也客制也没有再很升高 然后言辞方面也稍微 也不要那么去刺激对方 所以就 其实你在北京这两天的发言 大概也都比较和缓 也都比较和缓 所以我倒觉得大家都朝着 实际上这事情慢慢淡下去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在昨天招委选举嘛 招委选举一完 然后接下来因为像国民党在内政 基本上是李浪嘛 李浪高金 对高金当招委 所以现在阿妙 然后一开始排案 接下来就是翻船案 然后军团案 接下来大家就 这已经算是大家最火线上面的话题了 从国民党 立愿党团端出来优先法案的内容 你就知道内政委员会 其实是这个国民党本会期最重兵部署的 因为他不是一开始讲 要把中国配偶的身份取得 从现在的六年缩短成四年 又丢一大堆不在一起投票 公投法这些通通都是内政委员会 都在内政委员会 然后这个内政委员会呢 蓝营又推举了这个高金树梅出来 大家也知道高金树梅 向来跟中国是非常友好 是台湾立法委员当中 极少数毫不避讳 会直接附中参加各种的政治意味 会统战活动的这样的立委 那在这个节骨眼 把他推上当内政委员的赵伟 很明显这其实是一套国民党团的 议题的策略的部署 就是说高金树梅在推动这些的时候 万一不胜 像那个船一样 如果开太快 然后又方向盘打到右边的话 搞不好不小心会出意外 那说这个是无党的 这是无党的 这不是国民党的 还可以做一个区隔 但是如果说在议题上有进展的话 是蓝营整体的 在中国议题的布局上有进展 像以这个刚刚主人提到 3月4号到3月7号 马上选上赵伟之后发快会通知 第一个下礼拜一 就要马上邀请金门撞传案 你看这个议程的字 马上就有玄机 什么叫做金门撞传案 现在已经确定有碰撞了吗 根据金门地检署检察官的说法 当时的这个两个中国籍的船员 讲的状况还是不一致的 一个人说没碰到 一个人说有碰到 根本没有人说有碰到 他马上下个拜托 在金门撞传案 你看他预设的立场是不是明显 执法过程及后续专题报告 接下来星期三 马上又要报告 附入旅游团停招决策过程 与后续影响评估 专报也要报告 要讲赴中国旅游的问题 第三 马上还要邀请业务报告的时候 第一个内政委员会 第一个上场的加州陆委会 所以你看他这一套 叫做组合权 已经组合好了 就是一上来 我马上就要用 跟中国关系这件事情 不断的要来修理你 要来这个刺探你 那当然民进党 毕竟现在是执政党 执政党你无可回避 一定要接受检验 如果国会叫你去报告 你一定要报告 要好好报告 所以接下来下礼拜的重点 应该是说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民进党这一些 来接招的政务官 到底能不能把这些 很敏感的议题讲话讲好 因为你报告完之后 你要被执询 执询蓝营的立委 轮番上阵每个炮火 而且大家注意 你不要以为内政委员会 只有内政的可以执询 大家都可以去登记 每一个你看到这些 战斗兰也好 内斗兰也好 不管 反正就是马上都去登记 要问了 要问了 OK 那你在被问 被挑战这些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沉得住气 你是不是能够好好地回答 还是说 被激怒 结果又金句连发 然后到时候 下一个蓝营 马上一定会做事 就是把你剪短影片 不断地扩散扩散又扩散 马上变成的是什么呢 本来啊 这个中国是给赖清德上任前 丢一颗石头 现在这颗石头 有可能在立法院自己 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层面是说 我们也可以持续观察 新任的立法委员 谁会在这一次里面 本来想要议题发挥 会很快都破 因为很多时候 你上去对这个政务官 不管是海委会的管妈管碧琳 或者是陆委会的邱泰山 你可能之前没跟他对过 你也不清楚 他的这个回答的方式 或是什么 搞不好急于求表现之下 说不定意外会翻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当然在赛局面很难讲 因为大家说政治是获福相倚 虽然说今天这个赛程 制定赛程的权利 现在高精速美金定了 让你民进党全部客场作战 来回答这个中共出的这些难题 但是也不代表客场作战一定输 步步为营 小心回答每一个问题 那注意千万不要说 有哪几句话讲不好 被人家剪短影片 其实这样子下来的话 说不定以礼服人越讲 大家还觉得说 陆委会啊 或者是这个海委会讲 还比较有道理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很夸张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今天不是大概十点钟 就招委选完吗 那各个选上的这个招委 可能还在想说 下礼拜要排什么案 那有些招委就找行政部门来说 不然你先来报告 你先来报告 问一下立委说 你想要问什么 抢头起就是高精 题目就很明确 抢头起 就是说直接 这是两点半就发出来 没有其他委员会发这么快的 礼拜四两点半就发 礼拜四两点半就发 然后是早上九点多十点 稍微选出来 一般来说 没有速度这么快的 那显然是这个 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那这个题目刚刚 苗博雅有讲 这题目都很厉害的 叫金门撞船 因为立法案的生态是这样 题目就招委定了 招委定什么题目就设计了 这题目不用朝野协商 上次那个食安报告 我是想知道蔡英文政府执政什么 八年 八年造成 不是造成 然后民进党说 哪有造成 就把那个造成拿掉 协商之后把那个造成 那两个字拿掉 就没有造成 可是这个是 就造成了 就招委决定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这两题 我们今天下午两点 都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大家就说下礼拜真的是应战 就内政委员会搞这个 别的委员为了招委 会搞什么不知道 就内政委员会搞这个 别的委员为了招委 会搞什么不知道 所以接下来对民进党来说 这个内政委员会果然高精出手 就不同凡想 OK 怎么样 我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都不是立法院 立法院待对 待对久是我 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状况 立法院内政委会管几个 内政部中选会不当党产 陆委会原民会 客委会海委会 七个部会 你就要现在去找客委会 还是原民会来报告吗 不可能吗 你不能说 他找他管来的报告 该来的报告 就是别有用心 就是这个 他就只有管这个几个部会 一开始立法院 开始就是专案报告 因为大家如果有做过 在野党立委的就知道 在野党立委在做主席 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就是想新闻信 刚就是议员讲的 别的文会都会来 你今天如果找一个课 我会来 我给你讲 早上会议就结束了 就根本不会有人理 因为这部可以报 社会住宅专案报告 也是国内官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两个执政党不同 执政党的会是说 我就是规规矩 帮执政党扑个舞台 在野党就是要话题 要新闻嘛 那你不能说 他有话题有新闻 就一路往上推下去 推到跟中共唱歌去 高精跟中共比较好 这件事我承认 但是你一路都推下去 我觉得这样 给社会大众一个 不好的概念是不好 因为立法院就是这样运作的 那正常立法院运作 就长成这个样子 他一定是什么东西 有新闻性 在野党就排什么 假议实话 你今天如果说 你不是内政部 你甚至内政部下面的 一个单位 有新闻性 我专案报告我就排那个 在野党立委就这样吧 我帮你过预算 我帮你搭舞台 让你去表演吗 不可能嘛 我当然是找一个东西 来播出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它牵扯到 不是单纯我们 自己国内里面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的报告 会牵扯到两岸之间的 一些脉动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 因为包括地检署 还没有接案报告出来 然后如果这个报告出来 我不知道 你叫海委会来 你叫 管你叫陆委会海委会来 他给你的报告的内容 如果真的要照 他现在所有的 一定不会满足大家 那这整个来讲 新闻性的冲突性 一定在那怎么办嘛 你现在到底怎么动嘛 你告诉我嘛 人家现在登船 你们要怎么办嘛 然后盛货会直接问 那个管闭力 你叫人家船来 叫我们的船跑是不是 我们船怎么跑嘛 你告诉我 不是这件事 因为它不是单纯牵扯到 我们自己国内的一些问题 当它跟两岸之间 有关系的时候 所以这件事情 就变得更见 更见洞见观瞻的 这种感觉性 当然更有话题性 然后我再解释一下 刚刚委员在讲 会议通知这个 立法院的招伟 最晚的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是什么时候发 礼拜五下午一定要发 你下礼拜才发 所以他今天不发 他明天也是要发 你今天说 因为他今天早一点点发 他学校招伟就发 所以就怎样怎样 没有说他很厉害 不是 我说他很厉害 有备合啦 就说大家有意识形态 没有关系 但立法院运作 总是让民众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那我觉得立法委员 本来就是 高精有没有特别的想法 我不知道 我没有替他辩护的意思 但是说立法院 找新闻性的话题 这个是常态 这个是常态 那今天来讲 如果说这个状况 有助于 我相信 国民党没有立委 会在那边跟你讲说 不是 国民党没有立委 没有立委会跟你讲说 这个都是你还虚实 还虚实不对 没有会跟你讲说 这都是你还虚实不对 没有会这样讲 你还虚实把话讲清楚 那中间有肉食 有什么 你为什么会有 情况会有 这么多不同的变数 不同的说法 那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大家今天在碰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之前就讲 这个问题要你要 从前面去解决 不要从后端去解决 今天大家不断的 在捍卫管碧林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导致什么东西 你会让赖清德 变得更难办 你应该在前面的时候 去泄压 让前面的时候 尽量可能说 我们把状况去厘清 让即便管碧林 如果你有错 海巡主有错 你去倒一些欠 把整个事情回归 因为老共状况 的确是越来越硬 你不能让他硬到520 变成说赖清德 520一开始就面对考试 你当然前面 如果说可以 让他泄压一点 你即便 事情是你管碧林跟海巡主 出来的 当然不是管碧林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能够泄压一点 你让赖清德 比较大的空间 去处理这个东西 不然你蔡英文 任道都不处理 通通逼到赖清德 这赖清德也很不公平 国贵 范老师 会变成赖清德一上任 就要面对到这件事 这件事 如果一直等到赖清德 520上任 那很久 那还要三个月 但是现在排案这个报告 显然这已经是印象一定要碰的 看起来高金树梅是很早就准备了 因为他也知道他会当选 因为国民党就离让他了 所以他这个实际上他就已经 为什么说他的效率这么高 他准备就要咨询这些东西 而且都跟两岸有关 但是我必须要讲 高金当立委当了22年 前后当了七届 我看现在立委大概没有人比他资深的 罗民财跟老科 罗民财跟老科之外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 我好像没有印象 他常常在质询 我比较多的印象是2007年 他常质询啊 媒体很少报啦 可能不是很精彩啦 他在印象比较正是2009年 他去北京见了胡锦涛 他跟他握手握得特别久 对不对 还有这个2019年 他去见了中国的这些主席汪洋 所以就比如说他这么急 这个时候要开这个会 当然我认为他非常关心 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对岸也很在乎 当然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中国即将要召开两会 所以他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结束 所以你看为什么说谈了九次都没有结果 那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陈玉珍说 台湾不要把这个事情政治化 可是是谁在政治化 是朱凤莲在政治化 在谈判为什么要谈到九二共识呢 那前面九次谈判也都没有谈到九二共识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谈九二共识 是不是中国就不想谈了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那是个借口 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那不想谈怎么办呢 范老师不想谈怎么办呢 就把问题丢到赖金泽商量以后再去解决吗 不是现在如果中国要求很严厉嘛 他要我们道歉 还要赔偿 还要把那个船交给中国 然后还要究责 你是中央政府 你是不是说海军署这几个官兵 一律机大过 或者申戒 我们就要照办吗 所以海军署已经说我们不可能道歉 因为我们是在合法的 合法在执行我们的任务 而中国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进入到我们的限制水域 而且这艘船是三五船 就无船名无船籍 也没有船舶证书 这种东西在中国 第一个船要扣留 而且罚金要罚多少 是你这艘船的两倍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黑金刚快艇 他后面有两个马达嘛 对不对 如果这艘船是三十万台币的话 他要罚六十万 可是你看朱凤莲这两天记者 也不认为他说这艘是三五船 他说不要谈这个问题 他拒绝谈嘛 他不要让大家觉得这艘船是违法船 按照中国规定 这两位落海 然后被遣送回厦门的中国这个人士 事实上是应该要进行处分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要求 要我们到赔偿 赔偿可以谈啊 但是谈不拢 那现在就是变成说 再这样下去怎么办 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损失啊 损失是中国的民众 还有中国的船只 是他们比较急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谈不下去 那我看就算了 我看也没办法啦 你总不能让这个中国的红十四会 一直在金门再待个半个月吧 已经谈一个多礼拜了 而且据了解他们来 我们还要给他签证 然后他们的时数也是我们这边负责 那你再谈下去 那他谈到什么时候 我想我们这边还迅速也受不了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最近大家觉得很特别是说 这几位人士到底在干嘛 他们那种黑金刚那种捕鱼吗 而且不止三无 还有另外三无什么 他们没有渔船证明 没有渔民的证明 你中国打鱼要有执照的 没有渔网 就没有渔据也没有渔货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这艘船很有可能就是走私船 走的是什么 澳洲的龙虾 因为中国跟澳洲 他们在当初在 2022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因为中澳关系不好 所以他就开始从2020年禁止 从澳洲出口龙虾 所以那些龙虾怎么办 中国人要吃啊 就是从澳洲空运到台湾 再从台湾空运到金门跟马祖 所以你知道我们2019年 我们台湾一年跟澳洲买多少龙虾 14公顿 结果前年2022年 我们变成1400公顿 一百倍 我们台湾人最近你有发觉 我们现在在吃龙虾吗 没有啊 那龙虾跑哪去了 你去看现在 飞往金门跟马祖的飞机 那个货舱里面 都是一箱一箱包装好的活龙虾 所以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是 龙虾总司嘛 所以讲什么渔民 他们也没有渔民证 他们也不是渔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政府一开始 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定掉 很清楚 他就是走私船 他是违法船 可是我们自己讲到 还有我们自己的底气不够 还有是我们的错 但是你说没有密录 没有摄影 这个是疏失啦 但是有经过检察官的讯问 也做了笔录嘛 那是因为中国回去那两位人士 他一开始在台湾 他说他也没有意见 他对我们的处理没有问题 回去之后 他可能为了卸责 他怕被处罚 他说是我们的船去撞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已经被人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 大家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那个路透 英国路透社在28号 就是这个礼拜三 他公布了一个新闻是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跟集体巴斯 在这个附近 登上了中国的一艘雨船 进行检查 登上了中国的一艘雨船 进行检查 那为什么有这个新闻出来 我觉得美国也在展现说 你中国不要太过分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是美国的第二海军 他在2019年3月的时候 他的海军 军舰跟海岸巡防队 一起通过台湾海峡 那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然后2021年8月 美国的海岸防御队 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也是第一次连妹的 通过台湾海峡 那如果美国再告诉中国 如果你太过分的话 我可能未来 我再次通过海湾海峡 而且我可能会往金门海域接近 那因为我们看到 这两天 那个美国的海岸防御队 的施定叫被废根上将 他在接受媒体法门的时候 他说台湾海峡 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水域 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在要求 包含他的国务院 包含他的国防部 包含海岸防御队 他们都希望两岸 不要把危机升高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我有注意到最近这相关的一些 包括法案 包括事件的发生 所有这些 然后你有听到绿营的一些 包括连向吴思雅委员 他们就直接出来讲 在现在这种氛围 老共还特别利用什么 金下水衣的事情 要为什么国民党 还要把所谓的 什么中配的那个法案 就陆配的那个法案 然后变成优先法案 摆在优先法案里面 为什么要制造 什么都是有利于中国大陆那边的 难道不能够帮我们自己的人 想一想吗 这个法案对你们来讲的话 真的这么重要吗 他真的会造成都是在帮对岸讲话 这种情绪吗 1月13号选前啊 国内三党啊 每个都说他最照顾外籍配偶 每个都把外籍配偶拉到不分区 包括都有到不分区 然后都是说 还跟找外籍配偶来拍影片 然后代表呢 这个他是主流政党里面 最照顾外籍配偶的 外籍配偶就不分 你是中籍还是东南亚籍 或其他国籍 就代表说你只要来到这边 就是台湾人 就台湾人家 家庭一份子 生出来就是台湾之子 然后就此融合到台湾社会 耳熟能详我都会背 每个人听的这个 这个洗脑的这些文宣 大家都都熟 但选后呢 就开始分 东南亚是一套 中国大陆籍的是一套 既然都嫁给台湾人 就是嫁给台湾人 基本上就融入台湾的家庭 那你觉得说 他不要给他特别待遇 那就外国人怎么办 他就怎么办 外国人四年他就四年 那你说 那我们过去也累积很多资料 可以知道说这些外籍的配偶人士 到底都动用多少健保资源 这个是有科学数据的 我们也不要去帮任何一个人讲话 因为这个 这是科学 然后他看了几次病 然后呢花了多少钱 他有没有缴健保费 因为照理说 我在入了集有了工作 我就要缴健保费 那健保 这个健保费跟他的 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他缴健保费跟他支出医药费之间 有没有是平衡还是赤字 这个都健保署都有这些经费预算 都有资料可以去看 那所以我觉得要做科学的问证 基本上就把这些数据通通掉出来 不要等到 不要每次都是选钱 我为了要拉你选票 就说你是一家人 那选后呢就开始切割 那我觉得大家 人权都挂在嘴上 没有一个政党说 他不重视人权的 那只要进入台湾的家庭 他就是台湾人的一份子 如果他有这个叛乱的行为 有这个通敌的行为 就依法处置嘛 就这么简单 OK 逸川 我觉得这个讨论这个题目 当然跟台湾的人口政策有关 跟移民政策有关 要讨论这个就是 把它全部视为外国人 一起讨论 就一起讨论 不要再拿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出来讨论 就是我们的移民法 跟这个国籍法一起讨论 现在所有的包括印尼 越南这些国家的人民 就是说他嫁来台湾 或取台湾人 成为台湾人的配偶的时候 他所享受的权利益物 要么就跟中国的一模一样 那中国也可以跟 这些国家的一模一样 全部都当外国人来讨论 那整个国家就来讨论 移民政策跟人口政策 那这个要一起讨论 没有办法分开讨论 简单讲就是说 现在要讨论说 中国的这个移民过来的 从六年要变四年 要领中华民国身份证 想要跟这个印尼越南的 这些都一样 现在规定是蛮复杂的 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些这个配偶 他们的这个叫尊亲属 超过七十岁 第十二岁来台湾居住六个月 来依亲 居住六个月可以用健保 那为什么印尼的配偶的父母 七十岁以上的来台湾不能用健保 要就全部一起都一样 要嘛就全部都有 要嘛就全部都没有 不可以单纯就拿一个六年四年 那这个那整体来看起来 就是整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 这个移民政策 就是把他们全部当成外国人 不可以有人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有人用国际法跟移民法 那这样回不了 宇传这件事情会不会变成 蓝银跟白银之间 在法案合作的第一案 因为白银是完全同意 就是这个民众党已经支持了 那这个案子如果这个蓝白合作 这个案子一定会过 就是这个六年变四年一定会过 那明年就会四年变零年 就一定会过 六到四都会过了 四到零怎么不会过 一定都会过 就两岸一家亲 就直接来 两岸都是中国人都是台湾人 为什么要等四年莫名其妙 为什么来不能选总统 为什么来不能够参选总统 为什么来不能够参选立委 那为什么不能举手说 我要当职业军人 现在台湾对这个中国来 来这边领身份证 超过二十年才能当职业军人 他说为什么不公平 我也想要当中华民国国军 那我就举手说 我要当中华民国国军 来了隔天结完婚 就可以当中华民国国军 就可以考军人 这会无止境你知道吗 所以我才说 这跟我们的移民政策有关 跟我们的人口政策有关 那今天行政院也讲 因为这个知识体 带有国家安全 跟国家利益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 那么单纯就只谈说 这个中配的这个 来台湾取得三分之六年到四年 要谈就整体的配套要一起谈 那提案的单位 提案的国民党 也要把后面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 也要一起谈 不能单纯就只有提这个 六年到四年 如果这样子提 那为什么不帮这个外 包括印尼的 包括越南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的这些配偶 一起提说 他们的家人 七十岁以上也来台湾用健保 为什么不一起提 要是全部都一起提 一起讨论 那民进党可以接受 大家公开来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不可以 就只谈中国配偶 六年到四年 如果不同意 就就把中国配偶当成说 他嫁来台湾 不是台湾人 被歧视 对被歧视 要就全部一起谈 要么就全部当成外国人一起谈 我支持啊 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议法委员 也可以提出相关的配偶 会不会六年四年四年里面 大家都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变成里面 不可能嘛 你就算任何一个国际规划 规划中华民国际 都有一个过程 搞不好这个 他来之后发现 中华民国国际并不好 他可能就放弃了 所以当然有一个 怎样彼此一个适应期 OK小鱼怎么办 就是说大家要依法还是要论法啦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 市字618号 他为什么当时对中配 他有一个所谓的公民权限制 因为他就是讲得很清楚 因为毕竟还是有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我们对于中配的 这个公民权 他是有限制 所以当时就八个字定义 叫做我给你生活从宽 但是我身份从严 那生活从宽 就刚刚大家有提到嘛 比如说他来半年的时候 你不但有居留权 而且你马上就可以用健保 然后再来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父母70岁 然后疫情也可以用健保 还有就是说 也考量到 这个我是觉得比较奇怪 就是你同样都是来规划 你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籍 但是他们可以 中配可以不用放弃中国籍 不用放弃中国籍 因为这牵扯到 两国论的问题 对 这牵扯到政治太敏感的问题 对 你如果承认他放弃国籍 就等于是实时承认两国籍 他如果说在那边 取得了国籍和户籍 他那边就没了 他那边就自动取消 但是国籍还在 他的PRC护照还在 护照也不在 我问过陆沛 就他取得了中华民国籍之后 他在原本在浙江的户籍 跟这个 这个要先讲清楚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要变台湾人 他要先放弃他本来的护照 他变了台湾人之后 他有没有办法说 再放弃台湾的国籍 跑去又再拿外国护照 没有办法 可是中国人来到台湾 拿台湾的身份和护照之后 有一天他想要回去住 他也可以跑回去再重新申请 他说他放弃这边了 再回去重新申请 是可以的 所以你说 这个到底跟外国 你说要平等 就全部平等啊 而且我要讲 你说外国外配都是3加1 这不对 因为外配有三种 3加1 3加3跟3加5 3加5是8年 3加3 6年 其实都不输给中配的时间长度 所以你说单谈中配 现在6跟3加1不一样 我要把它变成只有4年 那你如何的 全世界其他197国家的外配 不对啊 怎么只有中配是6年 我们也要缩短成为一律6年 没有3加3没有3加5 不要6年8年 那这样子怎么挥得完 这件事情 被赋予了很多政治上面的考量 范老师很简短问一下 有人拿香港当例子 说因为对啦 老共人口太庞大了 那我们人家尾数都不到 那虽然我们有2000多万 但是他人太多 有人拿香港的例子说 如果他人真的很多过来 那以后选举 就像刚刚一番讲 大家举手啊 大家什么 对我们来回 有人拿这个例子来 来在这方面去考量吗 对因为就是 在习近平2013年上台之后 他其实上是 因为他一直对香港 没有安全感 他对于香港是 江系人马在掌控 那怎么改变香港 当然我们看到有国安法嘛 另外就是 鼓励大量的中国人移民到香港 放坏他的名额 门槛降低 那一方面很多人觉得 而且香港是这个属地主义 所以你的小孩在那边出生 你就是香港人 所以你看这个之前 那个中国人为了要去香港生小孩 他们甚至那个孕妇 把自己打扮得不像孕妇 甚至有人在关卡被抓到 用跑的 跑给警察追 他一定要进去 然后香港的警察 香港的医院那些代产室 或者医院所谓的妇产科 都被这个中国孕妇给占据了 这也还发生 他们在医院里面 坐月子就太吵了 然后香港 所以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就用 因为香港的这个医疗 比中国好 所以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超音波 要排多久 排28个月 然后这个所谓的电脑断层 也要排20个月 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超音波 要排多久 排28个月 然后这个所谓的电脑断层 也要排20个月 我们现在去超音波 去医院 医院说 等一下腹部超音波 立马就去了 对都不用等 28个月 对 我跟你讲 很多人还等不到 就挂掉了 所以排挤了香港民众 他们的医疗权利 甚至他们 而且很多产妇 没有办法接生 因为会被中国的孕妇 占据名额了 所以大家会担心 为什么我们看到 就是说 现在是医生出来反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上面这一群 他们是这个 中部的基层医师 现在看起来就是 那个澄清医院的 中港分院的医师 叫做杜承哲 除了他之外 台大医院的医师 实景中也站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医生 他们是站在第一线 他们只有亲自经验 他们发觉很多中配 带着他的父母亲 大概就是70岁以上的 然后就来台湾做检查 这个检查 那个检查 他们说很便宜啊 他们要那个 我什么都要做 就会引发了 医护人员 他们很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觉得说 如果你在 把这个 拿这个身份证的时间 再缩短 会不会有更多的 中配的父母亲 来台湾 分享我们的医疗资源 他们的这种担心 而且现在很多医生 都觉得第一个 我们的健保是亏 第二个 他们这些 我们现在医护人员 都是认为是血汗工厂 他们觉得很辛苦 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 所以他们是出来 做这样的呼吁 我是觉得国民党如果 因为现在连署很多 我如果国民党 如果执意通过 是可以通过的 但是问题是 主流民意中间民众 不太愿意接受 这会不会变成 又一次的太阳发学运 2014年那时候 我说是国民党强度观山 我就说两岸服貌协议要过 民众没办法 你国民党多数 你一定会过的 只会怎么办 就发生了这个血运 不过现在这件事 如果照范老师这样讲 后来它会变成另外一个 太阳发学运吗 主流民意都反对这件事吗 不太容易吧 因为我想说 这个议题 国家人权委会 早就已经盯过这个议题了 他就觉得 你这是不公平 人权不是管他别的国家怎么样 是我们国家怎么样 他回去几年 他去哪一个国家几年 可以取得户籍 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国家对人家的状况 是不是一样 这是人权的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 因为你的状况 就是不公平 这件事是确定的 所以包括 我觉得很多年轻世代 也不能够接受 虽然我不喜欢中国 但是为什么他就要低人一等 我不觉得年轻人 对这事情有那么高的共鸣 我觉得今天来讲 我觉得民党的状况 是有些人还停留在 这个西反社的状况 就是我逢中必反 但有些人已经开始去思考到说 从选票考量 或从人权的考量来讲 这个议题在论述上 在辩护上面 没有那么好辩护 像文康的讲法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看 你要说他就是应该 天经地义比人家长 这事我相信很多人 没办法接受 不过昨天 因为昨天招委出来 昨天招委出来 当然刚刚一开始讲说 高天就排案 排案所有的这些 但你很早就预言 蓝营不会让这一席 给白亿农 对啊 你为什么 那时候不是 大家前几天还在讲交通 然后连那个交通会让给谁 从财政到交通 都长得非常伤伤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笃定 我一开始就知道 这是傅昆吉设下的陷阱嘛 陷阱 傅昆吉设什么陷阱 傅昆吉就直接对外说 我们要让嘛 那我们要让的时候 国民党五十几个 就开始有人不要嘛 我说为什么要让 有人说要让好啊 不要让我的就好 有人就说我们支持 不支持傅昆吉 那是分三堆了 那三堆每一个人都被点名了 你 我讲了你不听话 你好像还可以 你全力支持我 就被分开了嘛 这第一个 那民众党呢 这些消息 每一个出去的消息 陈昭之名指 有没有出现过 有嘛 然后这一个黄山寨 有没有出现过 有嘛 连林毅君都出现了嘛 就国王委员会的委员 都要药砖出身的 都要学药学的嘛 这个有规定嘛 不然怎么会出现林毅君 你说从马文君到林毅君 马文君也是念嘉然药砖啊 对啊 那后来今天 礼拜四早上 你跟他讲 还没选之前的报纸 多少报纸上面 上面已经直接写林国城 对啊 交通委员会嘛 没错嘛 那这些消息 每一个写新闻的记者 都写独家 每一个 我刚念的这几个 都是独家 而且那个独家 那个记者写出来 所有做评论的人 看他都说 他写了 对了 准了 因为这个人 因为这个记者写 这个很准啊 这个没有问题啊 那请问这消息谁放 谁放的啊 放到都独家哦 然后没有一个中 那没有一个中的 这情况之下 民众党 唯一有一个说好的是谁 就林国城 林国城说 非常感谢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也会全力以赴 那就中了就是林国城 林国城就是以后的破口 就是以后付昆吉 动得了的破口 因为我跟你讲 其他人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听到之后 没有人反应 对 只有黄珊珊比较激烈 黄珊珊说什么 幻听 幻听 对不对 黄珊珊直接反应 那个林玉君有反应吗 陈昭之有反应吗 他们都没反应 但是林国城直接说非常感谢 就全部都全部一一现行 然后今天早上不是说什么 傅昆奇跟黄国昌 昨天晚上 就礼拜三晚上通还电话 然后说黄国昌说 礼拜四早上我们再开会 对不对 然后开到一半 国民党已经开完决议说 通通不让 那当然黄国昌只能 初来讲说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 我们也 我们没有 没有要让他们让 其实 傅昆奇很简单 就是说 我说我要让对不对 那你民众党讲谁啊 你们要哪一个 你要开口 开口就叫做要 你找我要 你找我要 比如说开口说 是交通委员会 那傅昆奇就说 他们来要交通委员会 各位记得林思敏讲过什么 民众党有人来要招委 黄国昌不是很生气吗 说谁谁谁 那现在表达说 要的就只有林国成啊 因为其他都点点啊 其他没有一个人需要啊 你这要害林国成被开除 不是林国成你干嘛 讲非常感谢 你应该说我们团进团出 党怎么决定我就同意 对不对 而且你要赶快回报啊 你要赶快回报说 他们来找我呢 到底可不可以 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 还是总招你们负责讲 我都不要回 林国成还讲非常感谢 所以我才说 傅昆奇你看这一次 我们讲结果论 结果论就是国民党拿了八席 民众党八席全部投国民党 那傅昆奇有没有胜利 大胜 大胜啊 民众党那八席要全部投过来国民党 院长副院长选举都没有投国民党了 这个招委在傅昆奇的操盘之下 你看全部过来 因为我们要巩固傅昆奇的领导中心 所以傅昆奇要继续撑下去 所以傅昆奇这次的表现加分 非常的赞 OK 对 林国成讲的原意 实际他讲的原意是什么林国成 他讲的意思是说 对 那如果真的他们有要什么的话 是非常感谢啊或什么 对他确实是有这样表达 可是我当时 但他意思不是要吧 他没有不要 不是这个新闻回顾起来是说 因为陈雪生他有公布那个简讯 他是说因为他有说党传指示 就指明他要 然后那陈雪生 那你陈雪生如果让交通委员 说就是林国成啊 就林国成他接到那个讯息 我觉得他当时是有点吓到 他说如果要让给我的话 当然表示感谢 可是你先把他简化成说他去要 我觉得这有点陷林国成 但是坦白讲 我觉得说刚刚益川兄有他的这个看法 他觉得是傅昆奇大获全胜 这怎么跟我们在跑力吧 好像感受不同啊 我们都觉得这个傅昆奇 大部分的记者 都觉得傅昆奇这一次是两面不是人 就是你变陪了夫人又折兵 而且你最重要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啊 就像刚刚他讲的就是 从上到下人家民众党都没要啊 你没要你就先说我送你我送你 然后讨论哪个委员会要送给人家 这不是善权辱国吗 这非常奇怪啊 可是到最后是白银什么都没有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两边 白银输的就更惨如果这样 但你看到我今天讲两个点 今天你看所有的舆论 像上PTTD卡 我所有网友在讲说 很多就讲说谢天谢地 然后昭伟吾白 就没有白的 然后说骂还是有用的 就说国民党还好 没有再笨到这种地步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对你这期都不要让 那是不是因为来自内部的压力 包括党团大会 投票之前开了一个党团大会 每个人都拿简讯就说 我被骂超惨哦这样 那所以受到压力之后 赶快懂耶 就说不离让 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不觉得傅昆琪是 是胜耶 他反而是他当初决定要让 然后让现在受到党内的整个挑战 然后舆论炸锅了 所以傅昆琪只好 这个这是第一个 那我最后把它讲完 我说简单来讲 这是我觉得白银也没有解到啊 对啊 你要先告诉我们 你让 你就好你投给国民党 你换到什么 你有换到任何你要的优先法案吗 刚刚我们最先开始讲的 高金素媒这些排案 那全部都被高金素媒 会被国民党给剪去啦 变成是国民党在关切惊吓的这个案子 国民党在关切怒团 这个我们这个什么中克团 不来不去这样 对 全部都是国民党在关心 那你换到什么 你换到黄国昌 以后可以选新北立委 然后可以选新北市长 还是换到黄珊珊 这个大家支持他 没有嘛 就这个是后话太太远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你民众党 你这次 我们只看到了民众党 人家要送给你 你没那个膝肠可以坐那个围 那所以我倒觉得说 这次这一场招委选举 我觉得国民党是 热脸贴的屁股 但是民众党同样 我觉得什么都没换到 然后还被人家奚落 我觉得都没有赢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今天 我们从结果论 傅昆琪要不然就很聪明 他的计模呢 高人一拙 然后呢 就用这个方式 我先说 我要我要让哦 然后把内部的反对声道 通通挤出来 然后呢告诉他 那我又底气了 我后面都说我不要让 所以我对你表达善意咯 以后在很多的 这个未来的很多的协调场合 大家看我傅昆琪是白脸 是鸽派 但我背后呢 有一群老鹰 看着我 让我的分土呢不能失 要不然他很聪明 想到未来想到这两三步 二来呢 他说他对这个白银呢 也是引蛇出动啊 他说哎 我要分出一块肉哦 问八个 哎八个人我要吃 哎八个人说 我对那块肉有兴趣哦 有的时候那我看看就好 就居然有人表达善 我有兴趣 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引蛇出动 了解说 白银里面的情况 是一致的 还是不意见不同的 对 如果再按照这样想话 傅昆琪他的这个 往前三步高人一拙 哇 对 如果是另外 另外一种想法 那可能他全盘皆输嘛 就热脸贴冷屁股嘛 当对方还没有说 我要的时候 我先先端出去说 我愿意分你一块肉 但是对不起 我们都不要吃肉 我今天改吃青菜 或者我改吃其他东西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事情看 看结论 但是以今天的结果来说的话 国民党是稳住的 可是这刚刚这整件事情 没有办法预估到 2026跟2028 是 而且2026 2026来看起来 国民党跟白银之间 事实上那一仗是绝对 终续一战的 对因为 因为 你就直接打仗过的经验 对对对 因为我们 市立美国选区在2022年 就 那边就有民众党就有两个 所以我们已经模拟过 但也模拟过 再了解这个 他们的票的流向 OK 他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本选区 市立美国选区是全国的缩影 各党各派通通在有 还有五党籍通通在里面 所以我们2022的 基本上已经模拟过一次 所以2026的 未来这个选区 2026选区 我们比较不怕 因为我们有底气了 但是对其他的 全国其他区域 基本上这个就会面临到 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 提名模式 因为你看这多席次的选区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理由 对啊 没有这样的理由 白衣也没有让的理由 对啊 白衣也没有这样的理由 我基本上我可以按照 我上次总统的选票 大约的可以雇数 我在这一席 台中 台中多少 可以拿几期 如果按照他总统的选票 表现台中的话 台中他会大量提名 当然啊 台中是不是大量提名 那时候会给国民党的 议员的候选人就很大的压力 其实在现阶段 对台民众党比较关心的是国会优先法案 包括国会改革 事外改革 媒体改革 所以我们优先法案会列出来 那在初期一定要跟国民党合作 才有办法确保这些优先法案会通过 台中是不是大量提名 那时候会给国民党的议员的候选人 就很大的压力 那我觉得六都的部分 可能也是他未来强攻所在 那六都的部分 那那如果假设出现一个 这次总统的情况 蓝白也许都合起来 会比绿营大的时候 那时候在六都的部分 县市首长的部分 要不要做整合 我觉得这是考验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 范老师为什么黄国昌会 所以你看在院长选举或什么 那时候民众党的主体性 被强调得非常重要 这样不能当小蓝 不能当小绿 然后到最后 两边的院长都来这个地方考试 考完以后最后告诉你说 没有 我们要投自己的人 但为什么在这一次 黄国昌直接大大跟你讲说 他们就是要支持国民党的候选 他完全不在乎 有人骂他变成小蓝 或者有人甚至把黄国昌 名字他姓什么都改 他也不在乎这些为什么 而且他说我们民众党全部支持 中国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有时候 为了要避免被他贴红帽子 还不太强中国 他还帮他讲 那我觉得就是 刚刚吴哥讲的没错 在选院长的时候 民众党起码载线素 我这个党跟蓝跟绿不一样 当然 他们强调说蓝绿都是垃圾 我们白色是独树一字 我们这个是非常清高 我们是新政治 我们是超越出于年而不染 选这个院长的时候的确如此 虽然我们第一阶段 我们黄南山 没有过 不 我们就不参加了 不跟你和悉尼吗 这就是完全禍了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 过去大家说他轻心脱俗 对不对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丑陋庸俗 很丑陋嘛 就在做交换 政治交换 赤裸裸的交换 他跟你说我没有换 我一席都没有换 我要换我就换到一席 可是你说你投给 我就是轻心 你现在投给国民党 你将来是不是要国民党 投桃报李呢 因为你现在民众党 在每一个委员会 只有一席 你根本没有提案嘛 你到时候会不会是要 拜托国民党 拜托副婚旗 来帮黄国商提案呢 所以因为有个交换条件 我们是全部听你啊 那你下次要怎么样 来回报民众党 就变成整个都是利益交换嘛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说 民众党这一次真的 未来来讲 他在每一个委员会 只有一席 他是要成事不足 败事无余啦 那连败事都很困难喔 因为你影响力太 如果你全部集中在一个委员会 或许还要败事有 败事才有可能喔 你现在是这个 败事无余嘛 就被分散掉了嘛 而且整个党感觉就是没有灵魂 你为了政治交易 什么就是有体没分啦 就是有身体没有想法 没有自己的概念嘛 你到底你的概念 你支持高音速没喔 那高音速没得 两岸的论述你们支持吗 你们也支持这个马文君 马文君因为浅件案 泄密给韩国 现在已经被司法侦办了 你们也支持罗明才 因为罗明才过去 我们说他们家庭背景嘛 对 你们也支持陈雪森 陈雪森是性骚扰确定喔 这些人你们民众也会支持 这个小草全部都支持 对啊 这个小草全部都支持啊 因为小草是挺黄国昌挺柯文哲嘛 对啊 那黄国昌说要支持国民党 所以小草一定全部支持 对啊 小草就是 各位知道墙头草的花都什么色的吗 嗯 都是白色 白色就是墙头草的颜色 这自然有教过吗 等一下Google一下 墙头草的花是不是都是白色 所以白色是墙头草的颜色 所以你看傅宽奇 他其实整个博文党里面 最想要跟民众党合作 跟离让的 其实就是傅宽奇嘛 那结果这次 虽然表面上没有让 但是傅宽奇 他的意志没办法贯彻嘛 然后他就搞了那个共四营 本来自己要当请客 当老大 结果被朱立伦 讲他一句嘛 我觉得有钱人 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 像如果说我今天 我说五哥我请大家吃饭 结果结账前 黄玉酸说 世民 这条我来处理 我另外说不要不要 但是好了 你要我就是让你 不是你会不要不要 然后把账量往上 对对对对 我说不要不要 但是好了 还是让你来处理 我觉得不会客气嘛 有钱人不一样 我今天要买单 我就是要漂亮一下 漂亮一下 那你们不让我买单 颜面无光嘛 所以朱立伦就是告诉 为什么这次公司 已经是摆在 放在花莲 就因为傅宽奇是花莲王 以前都一天 就搞三天嘛 结果朱立伦看起来 就是不让这个 傅宽奇当老大 请大家 不管是 包含立法委员 还有助理 还有押券 傅宽奇全部买单 100万在他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内 傅宽奇跟朱立伦 还有韩国瑜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大家就都觉得很奇怪 所有的那些发展下去 阿妙 是 柯文哲会不会真的 不信严重的一件事 关键跟少数 关键少数不见得 这四个字要一起念 是 那重点是在关键 还是在少数 会不会真的 从这几亿来看 未来会不会真的变少数 柯文哲的目标 当然要当关键少数嘛 所以他之前 专访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怕到时候变成 只有少数没有关键 可是 他空有目标 但是战术战略 一团乱之空 所以 你看最近 这个大家在看说 立法院里面 蓝白啊 这些弄来弄去 我有一种 又回到去年11月的感受 就是蓝白盒 对不对 马 诸 侯 科 四个人 小房间里 签了六点协议 结果签出来之后 两天作废 两天作废之后 后来军约 你会借场地 也花不好钱吧 然后呢 轰轰烈烈弄一场 最后以念简讯 双方不欢而善作收 白忙一场 这一次喔 在立法院 组成新一切国会之后 我觉得 好像回到过去 大家一直在谈 蓝白盒 谈到现在 也是白忙一场 首先第一个 立法院长第一局嘛 第一局 柯文哲八席的存在 对于结果 是完全没有意义 就是他们第二轮 不投票啊 所以按照1月13号 选举当天 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是知道说 国民党拿到这个席 是韩国瑜当院长 柯文哲这八席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结果现在到了 赵伟这一局之后 前面大家 讨论一整个礼拜 本来大家还在讨论说 国民党是不是 换到空气 国民党得到什么 许小青还跳出来说 不需要让 谁说不需要让 结果今天整个剧情看完说 其实换到空气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换到什么 至少台面上没看到 台面下有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 可是台面上白忙一场啊 除了大家吃饭 吃饱喝足了 领个迷迷茂 出来受访之后 这个柯文哲 黄国昌 傅昆琦三个人 友情变后了 看不到什么任何其他的 对于国家民生也好 或是具体什么改革的进程 也好 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对蓝白跟绿来说都是问题 对蓝白来讲 问题就是 你去年搞蓝白合作 你没有继续教训 你花那么多时间 尽力投资下去之后 换出来可能是一个空置 现在 对蓝银来讲 当然他可以 他可以期待 他也会不会以后每一次 柯文哲巴西都无条件追随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 甚至这个黄国昌总赵都说 我们没有讨论赵伟的事情 这个很 这里面很奇妙啊 你们都没有讨论到赵伟的事情 每一张赵伟的选票上面是 那个委员会每一个委员都在上面 对吧 你要投谁都可以 可是你们都没有讨论到赵伟的事情 但是你们巴西每一个委员都能够精准找出 国民党要推举的那个人 把他盖下去 对 这是心电感应 你要问我的话 我还不知道民进党到底哪一个 每一个委员会要推举谁 如果没讲过谁会知道 但是今天民众党对外的说法是 我们都没有讨论 只要顺其自然就好 那代表是无条件追随他 无条件追随了国民党的话 这个是当初柯文哲 他拿到300万票的时候 小草希望他去做了吗 我讲白了 这300万票 里面很多人是讨厌蓝绿才投你 讨厌蓝绿就是希望什么 你要去制衡蓝绿嘛 结果你现在去制衡蓝绿 歪一边就变成是说 我是无条件追随到中国国民党 连陈雪森 连马文君都可以支持 你不是挑人支持说 挑优质的挑对的事情 是无条件 推出来什么 我通通都把他支持下去 这个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现在必须跟他的这些 讨厌蓝绿的小草解释 为什么这样 但目前为止 台面上他拿不出 什么合理的理由 去讲说我干嘛 完全跟这个国民党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柯 如果他四年后 真的有志要问鼎大卫 他要重新想一下 他现在整体的战略是什么 因为我的感觉是 从选完到现在 他非常的齐很焦虑 他的流量也锐 他的流量也锐 选举完的流量也减少 在路线再调整 对我是觉得 民众拿过柯的幕僚 也不要担心什么流量锐减 这是反正常态 可是因为他看到韩国瑜的 韩国瑜的流量一直往上窜 韩国瘡也往上窜 你们都往上窜 为什么只有我的流量 不是选举期往下倒是正常的吗 那为什么就你们往上窜 他现在不是胡 不是主角啊 所以我要往立法院跑啊 他现在不用 他现在不用往立法院跑了 他今天有一个最新的 他推一个叫做小草咖啡厅 而且他已经选中地点了 要在这个新北的领口 台中的北屯跟高雄的左营 他靠小草咖啡厅 他说未来呢 这个你要卖饮料 还要卖泡面 这三个地方都是蓝营的票区 对所以你要小心 你说三十年前新党就玩过这个 新党以前三十年前 有新党之家 新党三十年前玩过这个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点 第一个要提醒这个柯主席 就说这个你有没有违反 因为政党不得经营投资盈利事业 唯一者的话是五百万到两千五百万 这个说你要开小草咖啡厅 但是你要卖饮料要泡面 除非你是免费 那你要有开发票 如果你一旦盈利的话 这个不好意思 马上就检举 那第二个你看我会找浩提啊 马上要开小草咖啡厅 可是我会觉得说 你真的讨厌 没有啦 我就说你要叫这些小草去咖啡厅做 你要跟他们这个拌甘情 要近距离接触 可是你卖泡面好吗 你的小草 这个都是要长大 我第一个我妈妈我就反对啊 我的小孩如果去小草咖啡厅 我OK 你要支持柯文哲我没意见 可是你说要去那边给我吃泡面 我想说你至少也要扶植一下台湾企业吧 台湾很多有机农业啊什么的啊 你可以就是跟台湾的一些企业结合 你干嘛要卖泡面 你帮一下小孩子的健康着想 我们变成不是政论节目 所以柯文哲已经在做副业啦 多角化金银 你就是看到柯文哲磨豆 磨豆 然后他煮咖啡 泡面要不要加蛋 还是要加贡丸 对 柯文哲就开始做这些事 但是没有啊 他说他的泡面是要那种 绑像韩国那个泡面机 就是你泡面那个弄出来 然后开水这样倒下去 然后马上就可以吃 对啊 在台湾失败的试验啊 泡面机 为什么要弄这么多这些 包括那个陈佩基 没事就讲 对讲说什么要不要离婚啊 什么签那个 那个空白离婚协助 这些都为了秤身量吗 有必要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们自己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他没有位置之后 他不知道他现在该怎么做 刚刚讲到说两个人 他是主席有很多事可以做啊 问题他还从他没这样干过啊 他以前就是有市府 可以用一样的 他當然就市府 市府完之後該怎麼轉型 該幹嘛 沒有 而且我講一下陳貝琪的狀況 他不是在 不是管你第幾夫人 你要不要離婚 就是說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利益辦管事情 管這麼多的 什麼事情沒問題 對不對 那你就出來選嘛 你就出來選嘛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 參與到他 他另外一半參與到那個樣子 現在大家就覺得說 你們黨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黨 因為我們跑立法院 就常常碰到那種國會辦公室 我相信議員辦公室 也很多一樣 老闆娘在那邊顧議會嘛 顧服務處嘛 那種就算了 你陳貝琪你又不是顧 要不然去黨中央做個秘書長 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你就有話語權嘛 那不是你們家的嘛 你現在真的把他當成你家的 今天大家覺得說 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到底是以什麼身分嗎 老闆娘 所以才會講第三夫人 第三夫人是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是說因為你是 你是柯文哲的夫人 所以你就可以有這麼多權力 但理論上沒有啊 只有第一夫人可以幹這個事嘛 對不對 只有總統夫人可以幹這個事說 因為我是總統夫人 所以我也有很多權力義務 其他的副總統他也有一點點啦 那其他都沒有這個嘛 對不對 你說市長夫人是誰 黃偉者老婆是誰 我不知道啊 趁其邁我跟他這麼熟 我也沒見過他老婆啊 對不對 就沒有人是沒有人是沒有人是沒有人像你 你這樣子玩的 所以現在不是說你要不要給他離婚先 你要給他離婚 不是說他全放給你 沒有真的要離婚啊 當然大家都知道沒有真的要離婚 我說可是光想出這樣的一個梗 然後PO出來就會大家要討論啊 不是那個也是政治上權力義務的關係嘛 就是你的權力來源來自於哪裡嘛 來自於整編 這不合理嘛 這些權力義務來源就是他選票嘛 對不對 來自於我政黨的支持 所以王委員有不分區立委嘛 對不對 是我政黨提名你 大家對政黨的支持 你的權力來源到底在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問題是在這裡 那我覺得民眾黨今天 比如說他今天的招委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也是這樣 因為他們今天的狀況就是 就是最後就是那個 許小星講的 他們開論會就是 每個立委 其實他們說開會開很平衡啦 每個立委都跟你講喔 說換給白銀我沒有意見 不要換我的 沒有一個投的出來啊 所以很簡單就馬上變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嘛 那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白銀那8票會投 國民黨也很合理啦 因為總是有人情嘛 你投誰都不影響選舉結果啊 那投自己啊 啊你投自己又 出顯主體性 啊就已經沒人情 你將來好歹拜託人家 找你排個案 排個案子什麼之類 那你看人家投自己 藍的也沒有人情 綠的也沒有人情 那反正不影響選舉結果 不然怎麼辦 那而且這件事情 幫傅昆琴大忙啦 不然傅昆琴就輸高頭頭頭啦 至少民眾黨有回饋他 你看他前面已經出一個 出一個臨時位的 又出一個策案的 如果再出這一個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的問題就很大條 因為其實他們 我知道今天我碰到藍營的立委 他們電話就打到一塌糊塗 地方不是只能打到這邊來而已 議員還打上去 議員就跟立委講說 你跟傅昆琴講一下 我馬上要選舉了 明年我就要選舉了 你還還在玩這個 但是他們這個其實蠻詭異的就是說 譬如說台中那個黃健豪 黃健豪不是說藍白 這個不可以讓嗎 對啊 他絕對不讓 那黃健豪回選區 怎麼面對民眾黨的支持者 黃健豪會選上民眾黨也挺他 有啊 我可以跟他講 就是說他當然那個也要啦 但是他自己的根不能丟啦 就是說你也不會為了一個 武打那個 就是說那個松利選民 去得罪你民進黨選民 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他們那個邏輯其實是一樣的 沒關係啊 四年之後小草忘記 四年之後小草就忘記了 不用等四年吧 他要再連任就是下一次的事情 不過我看了那個陳沛琦 我真的搞不懂 他為什麼要跟客人 你這次我話題都很有意思 都會主動發言 有些明星啊 金城武 他因為要吸引女性的這個支持 他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結婚 隱瞞嘛 所以他不結婚嘛 這樣很多人才會想當金太太嘛 他吸引這個 像那天大谷翔平一結婚 對啊 多少人失戀 是心碎啊 很多人說是失戀日 你說球場都沒有什麼女生去看的嘛 對 這要討論一下 為什麼大谷翔平要選在2月29號 就四年只能紀念一世這樣 但是不是我們天天的重點 你這不是我們天天的重點 歪樓了 不要歪樓啦 那柯文哲 那柯文哲又不是要吸引女性選票 對 他幹嘛要 為什麼陳佩琳要跟他離婚 我搞不懂啊 而且 他說因為我被人家說是第三夫人 他覺得感受到柯文哲的 對不起他 對他的怜悯 我真的覺得 不要在我們面前曬恩愛好不好 肉麻當有趣嘛 老夫老妻在搞這些東西 而且我覺得其實陳佩琳 有自己的專業嘛 對啊 他是馬公高中有史以來第一個 考上台大醫學院的女生 他自己在台北市立醫院 當小兒Q主任 所以他應該在臉書上講一些 什麼育兒的啊 什麼樣的小朋友的健康 他每天在講政治 甚至我覺得被 怎麼被醫學耽誤的政治家嗎 但我就覺得 我們政治人物的另外一半 基本上都很低調 沒有像他每次都在討論政治 討論柯文哲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應該要學些像周美青 我會很欣賞周美青 他自己是法律人 他有自己的專業 他不會每天在臉書上寫 我跟馬英九今天 我又煮早餐給馬英九吃了 馬英九都靠我照顧他 不會有人寫這種東西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陳佩琳剛剛好你從政好了啦 你不要在醫院裡面了 OK 但接下來很重要一點 一傳 基隆東區商場這件事情 到底該怎麼落幕 基隆東區這個 謝國良就跟你講 我就是沒有指揮 你們不要一直說 我就是去下令指揮 然後叫警察去破門 按照謝國良現在的說法 是他有去聽簡報嘛 那那一天是六點半 到晚上十一點半 在市長市及其周邊辦公室 總共開過兩次會嘛 那謝國良有去聽簡報 那按照謝國良現在的說法 那個場景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說謝國良剛好路過 有人在裡面開會 他一看 然後就說那我就進來聽 然後聽完有人簡報完了嘛 然後聽完就他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然後就走了 然後第三個動作說 這樣嘛 就各式各樣的可能嘛 難道他就聽完之後 就默默的走了 不可能嘛 那你如果默默的走 你是路人 然後你經過就聽他們在講 這樣子 不可能 我跟你講 你以為現場開那個會 都沒有人錄音啊 你以為現場那些人 有些人被告強盜對不對 不管最後不會成案嘛 被告強盜罪 檢察官問的時候說 你們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誰下令的 你以為那個公務員 會傻傻的說 我們市長沒有下令 是我 都是我 都是我 他那些都公務員 這是被告的除了謝國良以外 都是公務員 而且都是事務官 這些人有批啊 那一定就說 那個軍長指示 對吧 那你指示也沒有關係 謝國良 你是市長對不對 市長針對 等一下幾個小時以後 會有一堆警察 跑去一個商場 要把人家的門搜 鋸開門打開要去接管 市長組織這種會議 很奇怪嗎 很正常啊 全市就是你管的 然後有這麼大的動作 你知道也很正常啊 那這個案子是這樣 這案子到最後 不管OTROTBOT的案子 重點都算那個T嘛 就是transport 就那個財產全部要移過來嘛 那財產全部都會是 基隆市政府 所以謝國良很簡單 你就等 等法院判就全部都你的 你在急什麼 你就一副說來哥來處理 哥二月一樣全部弄給你 沒有問題交給哥來處理 你是要Dankkeeping嗎 這個在法律上 那最後都會是你的啦 縱使現在有一些爭議 就那個移轉的清澈 要移轉的那個財產清澈裡頭 沒有二到四樓 那可能當時漏掉了 可是按照OTROTBOT的精神 財政部也會出來解釋說 最後那個財產其實 都要歸原來的這個市政府的 所以謝國良你要讓這個事情落幕 你就慢慢等就好了 不要再去搞一些有的沒的 他下禮拜開始他要各禮辦座堂 會解釋這個事情 你很莫名其妙 沒有人要管這件事 然後你還自己惹這件事 然後禮拜四要跑去找韓國瑜 你去找韓國瑜幹嘛 他的題目叫做 因為我們基隆有很多市場要改建 希望得到韓國瑜的支持 他出北農 在北農那個時候韓國瑜經驗 市場改建光韓國瑜什麼事 你市場要改建如果需要錢 你就去找行政院找經濟部 你如果要立法 也不用找韓國瑜 你們自己基隆有個立委叫林佩祥 他可以幫忙 你去找韓國瑜幹嘛 你說因為韓國瑜 當過北農總經理 那怎樣 基隆的市場 老舊市場要改建 任何一個人都不會想到找韓國瑜 絕對不會想到找韓國瑜 那你今天沒事又跑去立委 還放一圈 那你就讓人家又看到你 謝國亮我勸你 這個案子就讓他靜靜的 安安靜靜的就這樣子 不要再提到最後那個財產 會回到基隆市政府的手上 這個你都不用擔心 他本來是跟韓國瑜請教 被罷免的狀況 你怎麼跟邱曉玉講的一樣 我們一樣壞 很壞很壞 可是這整個過程 包括這件事 因為朱立倫已經直接下令 就叫你們黨籍了 要全力維護 像這些 可是整件事情 大家也沒看過和約 說實話 因為真的和約 都還沒有弄出來 每個人大家講 就跟蝦子摸相 你摸腿 他摸耳朵 他摸鼻子 誰知道到底怎麼樣 但是謝國亮現在到底該怎麼樣 真的像剛剛一穿起來 就點點 什麼都不要做 就這樣 可是他又跑去找韓國瑜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有分兩個層次 他摸耳朵 他摸耳朵 他摸鼻子 誰知道到底怎麼樣 但是謝國亮現在到底該怎麼樣 真的像剛剛一穿起來 就點點 什麼都不要做 可是他又跑去找韓國瑜 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有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說 合約的問題 其實這一般民眾 根本聽不清楚 我剛剛每天看小五哥 全部一個月看韓國 然後一般 然後我們不在基隆市的 大概就是 就是偏偏斷斷 然後自己去把它組起來 大概就我們對認識也可能 不是那麼全面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種細節的問題 技術性的問題 我就覺得不要花太多時間去爭論 因為一般人聽那個就煩了嘛 就轉台了嘛 就關了嘛 就覺得說你們都吵來吵去 可是有沒有夜襲 然後有沒有夜闖 這個東西講清楚 這個很容易看得到 對 那很容易看得到 那誰下令的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我如果說為了保障 金融市民的財產 這也是一個講法 是 就這是一個講法 所以針對一些主要性的 大家關注的 我覺得市長可以站到第一面 而且 鋼舉募章的簡單的 把它講清楚 但他們現在就是這一段 他一直跟你講我沒有下令 所以為什麼益川柯會演繹 那一段到了現場或什麼 那個律師還拿這個出來 對啦 是考生啦 說什麼船長跳船了 是不是或什麼 因為當你說我去 我承認我有去 可是我去 我沒有下令 所以你會看益川 演藝怎樣 有綠營的人 甚或直接出來講 那到底誰下令 總會有一個人 說了這一句吧 這整個就會被一路延伸 對 就把它釐清楚 然後知道你的斷點在哪裡 然後該發言人出來的地方 就讓發言人出來 市長不要站在第一線 特別是站在第一線 你之後呢 後面又衍生很多的這些出來 很多的這種講法 或是別人去考試你如何如何 就有點得不償勢啦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金融市站穩腳步 因為你不可能把財產 漏掉給一個廠商嘛 站穩腳步 然後我的基礎點 就是維護財產 創造更大的收益 把那個立場站穩了 其他該溝通的 你說跟這里長溝通 不如直接找議員溝通 直接直接把各黨 各黨就在議員 每天晚上要每個禮去 我覺得跟議員溝通的速度 還慢了一點 應該事件發生之後 就應該開始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自己的那一塊 要鞏固起來 因為34號白天 議會要開臨時會 那如果照剛四剛那樣 你就在議會開臨時會 有時候跟所有議員 反而議員每個都要問這件事 是啊 就開完那件事一次講清楚 可是他是晚上 跟每個禮 每個禮 要去這樣說明 那里長不會參加議會 討論是幹嘛 小一家真的要跟美克里去講這件事啊 對啊 他就是要親上火線 而且都排好了嘛 他就是這個里長先七點半 然後市長八點到說明 坦白講我覺得 謝國良這些都是政治動作 可是我認為他政治動作太多了 包括他昨天去找韓國瑜 那裡面他就跟韓國瑜見面了半小時 然後惠州呢 你看又有不透風的牆 這是又又又又又傳出來 又又有新聞出來了 對對對新聞馬上又出來 又獨家 然後就說韓國瑜在會議中跟他講了一個關鍵的話 就說你被圍攻了 加油 而且還跟他愛的抱抱這樣子 對 好啦當然大家就會考試 我心 我心嗎 他已經感覺到很我心吧 不是我覺得謝國良 我真的覺得他的這個政治公關是有問題的 因為韓國瑜他是被罷免成功的耶 對你說我們壞 我們就是跟他 你壞 對我們壞 我跟范老師一起壞 對那你這件事情 你真的很不讓人家聯想 因為你韓國瑜就是被罷免成功 你先去找韓國瑜 是要取暖嗎 請教他SOP嗎 還是請教他怎麼樣罷免或東山再起 這你要問他什麼呢 好這個我是覺得非常奇怪 第二個為什麼我覺得他政治動作太多 他最近有一個這個 因為他現在要強力捍衛嘛 所以他也知道了 所以他透過國民黨什麼 把他搞了一個群組 那包括有一些這個常上節目的啊 這些都在群組裡面 但是我只要講兩個點就好了 今天下午呢 因為我跟這個 就是我跟敬平同台 我有請教他 因為他也常上節目嘛 那我就問他說關鍵問題 到底是市長有沒有下令 警察局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他就去看了 他就把這個再找出來 他就跟我證實說 裡面是有講到說啦 這個交通處 當天晚上 是就是1月31號晚上 是有跟謝國良報告 就是說因為他們要點交財產 所以這個 有一些鎖的問題什麼的 那就要叫警察局來配合這樣子 然後那就講到這裡 然後就問說警察 這個謝國良到底有沒有下令 結果謝國良在裡面 只有回應說 是這樣沒錯 好那他也沒有 他沒有講說他下令喔 他只有講說警察 交通處跟他報告 那但是有鎖上這些事情 所以要叫警察局來配合 那那就講到這樣 好那我要這個附和易三兄的 所以呢是警察局 這個為了挺交通處的兄弟 對所以你因為你要 你無法點交財產 所以我警察局 我這自己出面 我去幫你破鎖 帶大隊的 我就把鎖破 然後我去強制點交財產 你警察局他是 他是跟交通處是什麼關係 還是他跟維豐 他是維豐的維氏嗎 還是他是維豐兄弟 他是有必要這樣嗎 還是還被告到警察 強到罪耶 所以我會覺得說 警察幫你辯護的人 然後你謝國良還在那個群組裡面 支支烏烏 然後都不敢 連一句講說 對是我下令的 你都不敢講 我就覺得你政治動作真的太多了 再第二個 最後一個是講到說 那你合約拿出來嗎 先救我了解 目前為止 所有能夠拿到合約的 只有一個人 叫做蕭敬妍 而且他拿到的合約也只有兩頁 不可能 因為合約不可能只有兩頁 對他拿到的就是封面 蓋了硬的封面 證明那個合約是真的 然後另外只有 封地 沒有在講那個兩千萬 二十年兩千萬那一頁 對 那在那個群組裡面 大家都跟他要合約啊 因為不是你講的算啊 我要看到合約 我才能幫你電戶嘛 什麼電動權利金啊 固定權利金啊 我要看到合約我才能講 但是他就是不給 就是不給 然後那個黃金平我說真的沒有嗎 黃金平就那邊分分分 真的沒有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政治動作做那麼多幹嘛 大家要幫你辯護啊 那你總是要把他 談餐拿出來嘛 我就是說你與其去 做那麼多政治動作 你該 該怎麼樣 你還是要怎麼樣啦 OK 那這幾件事情 阿淼本人是學法律啊 是 所以看合約最重要嗎 看合約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在 尤其這個案子 是民事的糾紛 本來是民事糾紛 如果謝國良 不要有一些比較 那現在已經 誰會告訴我 現在還是民事糾紛 但是他的根 是從那個 他本來就是個 民事糾紛 只是現在已經搞到 開花道 開花道強盜案也有 然後政治上 有沒有罷免的氛圍也有 現在已經開花道 不知道變什麼樣了 合約最重要 因為在法院上 民事糾紛 法院第一個 一定看你契約 當然 因為沒有契約才看民法 你有契約先看契約 第二個是什麼 現在很多基隆市民他會關心啊 你今天簽了一個新的廠商 條件有沒有比原來的好 因為原來是5加3加2 他後面還有一個加2還沒執行 你把人家加2打差說 我要標給新的 新的如果沒有比舊的好 你為什麼要換這新的 這一定會變政治問題 而且不可小覷 你光看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最有名的BOT案 台北大巨檔案 光是這個條件 你得標前得標後 有沒有權利金的問題 導致一個局長被判刑 而且政治上面 後面的余波蕩漾 230年 所以合約當然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 平心而論 基隆市 不管是發言人 還是謝國良什麼幕僚 我不懂 為什麼他們現在最簡單的一件事 把原來跟大日的舊合約 跟微風的新合約 放上網 你放上網的話 其實如果你真的站得住小有道理 白紙黑字出來之後 你說任何的名嘴能在講你什麼 都沒辦法了 因為大家是看合約上白紙黑字 包括現在 大家在爭議說 到底舊合約 新合約 每年基隆市政府能收多少錢 你何苦去登那個看板 你合約放上網的話 好多網友 就馬上幫你算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整件事最起人一鬥就是說 基隆市政府 他每次澄清都在澄清一些花邊 市長 隆重出來說 重大宣布出來 我沒吸毒 這有什麼好講的 人家記者問他說 請問今天是要來公佈 基隆市取得商場產權嗎 他還頓座說 我今天要講的只有我沒吸毒 那人家當然會覺得 生日子有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縣市首張 當然民眾會對你打個問號 所以 第一個很簡單 合約放在 第二個 現在大家在講說 這個net在爭這個產權 固然這個產權是重要的法律問題 可是憑心而論 今天你標給新的廠商 如果再來投標四家裡面 確實是他開條件最好 那大家沒話講 對不對 所以何妨把你的這個投標的時候 大家所評選的內容 還有各方投標投出來的這些 他願意付出多少錢 何妨公佈 因為現在已經是全國關注的話題 這兩項做上來 其實我相信 如果你爭戰得住腳 你的政治風暴立刻解決 但問題是你不敢做 今天你標給新的廠商 如果再來投標四家裡面 確實是他開條件最好 那大家沒話講對不對 所以何妨把你的這個 投標的時候 大家所評選的內容 還有各方投標投出來的這些 他願意付出多少錢 何妨公佈 因為現在已經是全國關注的話題 這兩項做上來 其實我相信 如果你爭戰得住腳 你的政治風暴立刻解決 但問題是你不敢做 所以外界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你真的有什麼 站不住腳的地方 你才一直在外面打轉 做這些政治動作 你不敢去直求對決 那這個時候未來 基隆市議會如果開議的話 這有可能會變成 謝國良就任以來 馬上出現這個破口 因為不要忘了他之前 其實累積一些小事情 比如說 這個狗狗樓都沒有送出去 這些相關的事情 東岸商場是很多基隆市民 每天出出路路都看得到的 如果這個風暴要延續下去 我覺得會對謝國良 才能很大影響 在未來這件事情 到底會是怎麼樣一個落幕 然後下禮拜一 然後接入市議會 開臨時會 臨時會包括謝國良 晚上要到裡去做 各的裡的一些說明這些 然後會再做什麼樣一些延燒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包括地緣政治 包括美中台之間 在未來的一些 不管你說叫角力也好這些 那會有什麼樣一些發展 一定都會影響到 這些一定會影響到 在台灣 包括我們大家的生活 所以有這些 預算第一個 馬斯克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 我特別照顧那個星位 他的那個SpaceX 他如果要是真的不提供我們 這個影響非常大條 然後所以你說像那次 美國那個 蓋加車他們來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有講說 他跟那個馬斯克他們講 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照著 國會那些決議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一定要信守這一塊 要不然的話 對我們來說影響很大 對馬斯克他們去做了這個 所謂的星鏈計畫 對 就是說用比較低軌道的衛星 提供這個通訊 這個就是說大家無線上網 這種通訊比較偏弱的地方 基本上他要做一個 有點公益的概念 那這個這個案子 當然全球在佈這個 最後可能會佈到 一兩萬顆的這個低軌衛星 這裡頭當然就會牽扯到幾件事情 因為美國最近就做了一個 這個這個測試就是說 他從東岸的一台無人機 從這個南卡 直接 透過這樣的一個 衛星的這樣連連連連 連線連到加州 然後再從加州再飛回來 從頭到尾就是無人機 而且他是在遠端就處理的 遠端就處理 所以代表 以後這種無人機 是可以飛越整個美國的 上口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現在這個 他除了這個星鏈以外 其實美國的國防部 跟这一个马斯克他们的公司 弄了一个叫星顿 就是为了国防用的 那美国政府是有出钱的 那里头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帮美国的这一种 相关的这种机构 相关的这种 要做防卫的时候 你都要提供讯号 那结果现在这个 盖拉格发现说 你好像落掉了台湾 好像台湾那里 不太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讯号 那这本斯克说没有啦 我们有做啦 怎么会怎么会没有 然后那时候好那里有交出来 交出这个证明 那最近传出来 那人就说 有啦日本的那里做好了啦 韩国那里的做好了啦 那台湾那里快要做好了 所以现在对美国 对美国来说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做 因为以前这个马斯克曾经讲过 讲过这台湾是中国的 那如果会不会有一个压力 说中国跟这马斯克说 你不准弄到台湾 因为你也不准弄到中国 因为中国拒绝这个计划嘛 就是说不可以在中国的 这个上空弄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台湾也是中国 那马斯克就说 那是中国 所以台湾的这个周边 是不能用的 那就美国这一个星顿计划 就会在台湾这里出现一个破口 那接下来的它的 刚讲这个无人机 它既然能够从这个美东飞到美西 那接下来它的无人机 如果要做这个第一岛链 印太这里要做这样的整体作战的时候 会不会忽然间靠近台湾的上空的时候 这整个就断掉了 所以现在美国这一个 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中国委会的这个主席 就要求说这样可以来 你就把真正已经做好 而且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证据 证明什么什么赶快交出来 让我们确定说 你真的有在台湾的上空 这些其实也已经部署完成了 因为如果是马斯克不在这边 这样部署的话 卡卡格他们最在乎的是 那如果美军要提供任何协助的时候 对 那变成美军也空无用武之地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地方如果 乌克兰这次能够打到现在 跟俄罗斯已经打了两年 评论来讲大家都说 他的新建计划确实帮了很多忙 他的低轨卫星 那如果要是他真的这一块漏掉的话 那美国最担心的是 美军就算要做任何次元 都没有办法 如果这样的话 那到底该怎么办 好那马斯克到底要怎么样 很认真的回运到那一块 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另外范晓森 北约最高统帅访问日本 这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日本防卫省他非常 低岛链这些 是我们大家最在乎的这些 那日本防卫省他会聚焦在 包括潜见的一些政策 这就表示他有注意到 老共的一些动作 对这个北欧的这个盟军 最高统帅卡沃里 他是美军 你看他这个军部上写的US 他到了日本去跟日本的外务大臣 上川洋子 还有防卫大臣 还有共同举行会谈 那因为之前大家都传说说 北约现在已经把焦点放在亚洲了 这本来规划要在日本成立一个分布 但是后来因为中国强烈抗议 就没有完成 但是这次的这个卡沃里到日本访问 到底会不会恢复成立 在驻东京的分布 那这很值得观察 就表示说北约现在已经是直接 因为我们要做日本 他过去他的这个潜在敌人 应该是俄罗斯或者是北韩 那这几年更多的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就是北约把焦点放在中国 所以难怪中国会跳脚嘛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连德国也出来 德国准备要在夏威夷要策立联络处 那过去德国第一个 那你在夏威夷也是美国的第二岛链 对不对 那目的是什么 当然也是针对中国 所以我觉得中国跟德国关系 在梅克尔的时候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知道梅克尔是来自于东德嘛 可是现在的这个总理对中国态度就比较强硬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比如说德国在介入的亚洲事务 再来就是日本的这个防卫 官方管长官林芳正 他在26号宣布 防卫省在今年要 秋天要成立一个防卫革新技术研究所 而且要针对的是水下潜舰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海昆号 才这两天在刚刚的这个下水 所以这个当然跟未来台日之间在反潜这块 除了我们跟美国有合作之外 未来有没有可能跟日本合作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认为 不管是日本台湾 这个是菲律宾 甚至澳洲跟这个韩国 应该要共同在对于防范中国 要有更多的努力 特别是水面下的这个潜见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俄罗斯的军方 掀入一个资料 说这个怎么披露 他们动用核武的条件 而且呢他们对中国是高度的猜疑 所以我非常想说 中俄二看起来现在关系非常好 俄罗斯不管是普丁啊 去跟习近平见面啊 他们两个现在是互相支援 因为俄罗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被国际制裁 那中国也因为在南海东海的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的合作 但是看起来是貌合神理 因为我们知道中俄在历史上来讲 过去也曾经兄弟之邦 后来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看到毛泽东时期 发生过珍宝岛事件 对不对 那1958年 我们之前讲的八二三炮战 毛泽东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打 不是要登陆金门 他是要测试 因为他准备要跟赫鲁雪夫翻脸 他看的是美国会不会 他跟赫鲁雪夫翻脸 美国在背后支持蒋介石 反攻大陆 他变成父辈受敌 就想不到他发生了这个炮战 美国只提供台湾武器 只提供台湾的这个后勤补给 没有提供军人 所以毛泽东知道了 美国不会支持老蒋 反攻大陆 所以说他就可以 非常放心的跟赫鲁雪夫翻脸 所以你看说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真的从历史上来讲 彼此都是相互猜疑的 甚至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 都会留一手 OK 那在未来这些国际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怎么样一些发展 当然对台湾未来 那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值得大家密切的关注 国内在这个礼拜 那招委结束以后 接下来到了下个礼拜 各委员会就开始开始了 开始了以后 包括高清委员的排案 包括所有这些 未来会是各方 主播的一些焦点 会有什么发展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